hello大家好 我是邦尼 邦尼看剧 邦尼看剧 2016年这是个国剧圈虐狗年 龙氏大婚 红花二姐大婚 霍昕大婚 陈小泉西大婚 现实虐狗就算了 下半天的剧更是直来直往 高田没商量 喜悦夫妇开路 达表两个世界紧跟其后 最近的微微一笑很清晨 每天两集看下来 邦尼都被主角之间微妙的小氛围撩得出不了坑了耶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虐狗都虐得费比寻常 不仅闪瞎观众还闪瞎龙套 平均每集虐狗一百次左右 比照游戏中人物关系的发展 男女主现实也是当代速度 一集一见钟情 两集私定终身 即便实现了玛丽苏和杰克苏的高度融合 除了是所有线上情侣对游戏情缘的终极幻想 更是对所有不玩游戏的女生对于游戏的终极安利 总之千言万语会称一句话 这句实在有毒 一般的青春校园偶像剧 男女主人公总是不平等的 由此导致的现实压迫 棒打鸳鸯 套路实在是逆味 微微就偏步 你是那万千宠爱于一身 若水参迁一条影的白月光 我是那巾帼不让须眉 胸大并且有脑的朱砂痣 你也男神来 我也女神 神神相遇 一上来就直接结尾侠侣 男主仿佛是事先看过剧本一样的开挂能力 献上霸气复仇 献下默默守候 女主拥有所谓功科女生的逆天生活技能 献上识破心机 献下实力剑表 要我说这部剧除了挂开太大 其他都还挺真实的 想要得到优秀的人的认同 自身必须有对等实力 讲真那种天差地别还美满幸福的 生活中概率太低 还不如这种来的励志 一见相奈物终身啊 这辈子睡不到相奈还有什么意义 一秒侦破的误会梗 误会梗作为少世纪遗留至今 用来推动言情剧剧情的神器 在它流行的时代就是一句一物 虐到完 即死观众的节奏 误会中也制造了一些误会来塑造人物性格 但非但不虐 还深化了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羁绊 比如女主被误会上豪车 通过自身技能找到发铁人 解开误会的同时 立马收获备胎一个 比如女主被误会抢亲 男主看在眼里 立马觉得 面白 找到女主高调结晴 比如女主被误会抢BOSS 男主立马花式宠溺买买买 游戏论坛里带节奏秀恩爱 高下永久收购金刚钻 给我家夫人扔着玩 比如约好的决战时分 女主被放鸽子是因为男主车祸 立马下机就面机 发展线下恋爱 内核 是我 这部剧贯彻的就是绝对没有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你无情你冷顾你无力取闹 等到新桥段 误会都是为了虐狗做准备 冲突也是为了虐狗欲扬献疫 诶 可是为什么都是女主被误会 才能推动剧情发展 那是因为男主的演绎推力能力强啊 外科栗战商界老狐狸内核分析女友少女心 厉害啦 走过最长的路是你植入广告的套路 有几集呢 我看完是啥也没记住 游魂 就在脑子里转呀转呀 久久不息 小玲 要不要喝点东西 我有和大神同款音乐 更可怕的是 猴子 帮我冲一下点 你以为是普通的台词吗 不 他在这儿等着你呢 等等我呗 我手机刚充两分钟 大哥 您的手机充电 五分钟就能通话 五小时 绝对够用 噓 别说话 安安静静舔一分钟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 还你 你让我有心跳 哎呦 我有什么办法 也叫你 神魂颠倒 你的眼睛在笑 我望着就动了 毒药就溃扬 受不了 你的声音在热 还带自动循环的笑 有没有暂停解 可以吧 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这么多遍 你长这么好看 当然要多看几遍啦 好了好了 这些人说到这里 邦尼会持续给大家安利好剧 吐槽烂剧 还有追剧必为的各平台会员赠送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